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韩国瑜的旋风带起了 所以大家的焦点都放在高雄 其实我因为上个月我已经去了高雄采访了韩国瑜 然后我看到了当地的民情带动了选情 所以我基本上对高雄的这个选情我觉得没什么悬念 尤其是他就是你刚才讲的 他就是放下政党的这样的一个包袱 就是减低蓝营的这个国民党的这种党的那种色彩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选举没悬念 所以我更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台北的选举 台北的选举其实我是想证明我的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就是选前的时候有各种民调 包括绿营的 游英龙他们基金会的这个民调 都说在这一次的选民结构当中 除了蓝绿还有一个中间选民 而且呢中间选民的这个比例 在他们调查过程当中超过50% 甚至于最高的是57%的选民认为 自己是既不蓝也不绿 是一个中间选民 他不选蓝绿是选对的人 那么再加上柯文哲提出那个白色力量 他是穿衣裳嘛 穿白大褂的 那个就代表着一种白色的力量 这个白色力量也就是无党无派 就是没有颜色的这个意思 那其实很多人就都认为白色力量 这个第三个力量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去高雄采访也有学者跟我说 这个都是媒体的炒作了 他说那个到最后选的时候 他还要归边 我想象可能也有道理 所以我在采访过程当中 我也去接触了那些白色力量的 这个候选人 那我就是后来隐隐觉得 这个力量是存在的 只不过他最后要么归到蓝 要么归到绿 是因为白色力量 他作为一个后起的一股力量 他没有缺少精英人物 像柯文哲的那种军英人物 那么我得了这个观点以后 我就想通过这个选举来证明 到底这股力量是不是存在 那最终台北的选情 开票的时候我们看到很焦灼嘛对吧 但最终是柯文哲胜了 那么柯文哲胜呢 那个我就觉得证实了台北这个 台湾这个第三力量可以成军 就是说他柯文哲上一次四年前的选举 是由于民进党对他的支持 绿营对他的支持 那这一次呢 民进党他不支持柯文哲了 柯文哲必须独立出来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选战过程当中 他还能够独立成军 而且赢了国民党 那我就认为他是 这股力量是实际存在的 那更不要说这个韩国瑜 韩国瑜虽然他是代表了国民党 你们不能说他不是蓝军 但是他在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他比较刻意地 在降低蓝色的视彩 所以你看那个民进党 在选举过程当中 挥舞的是他们党旗 韩国瑜选举的时候 就没有挥舞国民党的党旗 然后呢 他也没有让国民党的大佬 去为他站台 他就是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 靠高雄本地的选民 来走出他一条路来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 这个中间力量和白色力量 它的实际存在 那其实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就是证实了一个台湾的中间力量 其实它正在慢慢地崛起 那您认为这样子的力量会在日后 怎么样去影响到两岸的这种交流呢 其实两岸关系很多人说在这一次选举当中 都没有打两岸的牌 就是北京对岸也没做出任何的这个反应 但是我是觉得即使是他的地方选举 也离不开两岸 你包括韩国瑜说的货要出去能要进来 就其实谁都知道货去哪里 货去大陆 他的大陆他看好的还是大陆市场 没有大陆市场对他的支持 他货卖不出去 没有更多的市场 人要进来他希望是大陆的游客 陆客进来 陆客进来对台湾这个旅游发展 才会是一个最大的帮助 所以两岸关系两岸交流 在选举当中虽然没有直接讲 但是他是离不开这么一个市场 选民都知道 就是因为你那个蔡英文跟大陆切割 跟中国切割 那个所以你在你的发展过程当中 就受到限制了 老百姓就没有受惠 现在看来执政的还是民进党 还有两年以后才这个大选 但是那个两岸的交流是不能中断的 所以接下去会出现很多 绿营执政的县市 希望到对岸去交流 很多民间的团体 希望到对面交流 当然这种民间交流的方式 在大陆他会有官方的参与 对吧 这样的话呢 结果是什么呢 台湾民间的声音 北京可以直接就听到 民间的需求 北京可以直接的去帮助他们解决 两岸的这种民间交流呢 可能会让民间的老百姓 更容易受惠 更直接受惠 改变以前 包括那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两岸交流很频繁 北京也做了很大的资源的资源 给这个台湾 但是最后呢 受惠的都是大公司 都是权贵 老百姓无感 那么这样的情况 可能在未来的两岸关系 尤其是突出民间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改善 那也就是说未来这个两岸的交流 会更趋向与民间交流更多一点 从而就是解决更多民间之间的诉求 对 谢谢季先生的分析 谢谢 本期节目呢 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